因应108年新课纲的科技教育课程 市府教育局在六所国高中成立制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在共同开幕接牌仪式上 各校展现科技教育的学习成果 每所中心将辅导20所学校进行课程研发 市区资能和活动规划等以扩展科技教育 用平板操作蜂蜜造型的游戏车 除了能够前后左右转动之外 翅膀还能够上下摆动 未来还希望能够真的飞上天成为空拍机 这个第二代的密封我们又加了精进的 因为我们加了舵机 这个跟一般市面上看到的 那个买的县程的作品不一样 因为我们加了更多的机构 另外利用镭射切割组成的外壳 放进绿网和风扇 就成了迷你的空气清进机 预留后方的空间还可以增加空气侦测系统 自行启动机器运转 那理论的介绍完开始实作 设计完之后进到雷射钓科机 那电脑绘图的过程 那包含说里面实际去组装 然后到这个滤网 学校推动这些科技教育是因应108年新课纲 而市府教育局今年在六所国高中 成立制造教育和科技中心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创新的习惯 每所中心将辅导20所学校成为推广科技教育的种子 如果我们的孩子都具有做中学 学中做动手做遇到任何事情都会去逻辑思考 运用他的能力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相信不管未来变得怎么样 他们都可以去解决问题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 市府教育局之后两年还将成立四间科技中心 而包括最早成立的中山国中总计有11间科技中心 让高雄市朝向科技市的目标迈进 幸福城市科技起航 港东新闻李正道赖昌邦采访报道